这次受证的金额将近3000万 每一位捐赠者都带着自己的念想和发心 将热血液注到救难现场 让爱与关怀落实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消防局除了感谢捐赠者的爱心 并且表示会妥善运用这一批救灾救护的车辆和器材 来提升消防战力 古年下半年度到今年的这一段时间 总共3千万 这3千万在消防车后勤车 我们都会好好的规划 在一人县有12个乡镇 每个乡镇我们都希望能够发挥到它的功能 大家知道说消防罪 可以说人家危险的时候 大家都装处出来 我们消防罪丸都要装处这里 所以他们也真的能够 让我们这些官民给他们恶落 给他们困惊 给他们感谢 所以今天感动的时刻 可以说支廟 可以说一位宜兰军 因为这五年我当中 感谢各位乡亲好朋友 宜兰县能够跟白人逼平 宜兰县能够跟人家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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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你们的光罗 所以今天特别感谢 特别跟您恶落 未来现在跟大家一起打拼 变出宜兰县能够好健康好安全 你们的善举 我相信消防单位一定会妥善的运用 将爱心传播下去 消防人员平时的训练 虽然很重要 但是没有良好的设备 我相信也无法达成完美的一个任务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 所有的消防弟兄 依然有你们 我们才会安全 那盛德在这里 会成为你们永远坚强的后盾 另外我在这里 其实要呼吁一下 我们警察单位 还有卫生单位 其实也都需要 我们社会大众的一个捐赠 县长林志庙表示 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间的资源无穷 为了守护县民的健康平安 现在政府将持续 挹注消防资源 确保紧易消同仁的安全和战力 更期待所有善心人士 和企业慷慨解囊 共同拼出宜兰安全 幸福的好生活 宜兰新闻记者 LINE福星采访报导